曾参与巴东加里土崩搜救行动的两只英雄犬 有幸参与土耳其救灾行动 据Astro-Avini透露 消防救援队的K9搜救犬邓体和Frankie 昨天被派往土耳其 在当地灾区展开为期14天的搜救行动 据报道 这两只搜救犬去年12月 曾参与巴东加里营地土崩惨案的搜救任务 消整局特别策略救援行动小组 STORM首席指挥官伊斯·麦阿都·甘尼说 带领搜救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发挥救援作用 帮助查明受困人员的位置 这些犬儿是smart的一份子 所以准备好派往外国任何地方 首相署莎莎事务及特别任务部长 拿多·阿米战莫·哈莫·阿里说 搜救犬被纳入搜救行动 是为了让大马搜救队伍的行动更有效率 不满击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莫哈莫·沙努西 质疑宾州的主权 行动党日落动国会议员雷尔前往警局报案 促警方对沙努西言论展开调查 雷尔今日召开记者会表示 根据其抖音TikTok发布的一段视频 击打州务大臣莫哈莫·沙努西正在致辞时 涉嫌质疑宾州的主权 他认为 宾城已被联邦宪法承认为一个州属 作为国务大臣 沙努西这种挑起争议的行为确实非常过分 他说 他的行为不仅质疑联邦宪法 也质疑最高元首委任宾州元首的权利 身为州务大臣 其必须更负责任 必须取得法律专业意见 不该随意发表抨击言论 甚至造成宾州人的焦虑 威胁宾州和谐 他强调 此次报警 不仅要捍卫宾州人民的权益 同时也捍卫联邦宪法有效性 及国家援手权利 因此希望可以对此事展开调查 巫统前萧山国会议员纳兹黎 早前宣布不参与大选 让外界认为他会从政坛诞出 不过 政客说的话都听听就好 他如今被受委为大马驻美国大使 大马外交部证实这项消息 并在今天发文告说 国家元首苏丹阿多拉陛下 今日在国家王宫颁发委任状给 纳兹黎和其他九名大马驻外大使 自去年六月以来 就有传言称这位巫统资深领袖 将受委为大马驻美国大使 纳兹黎去年反驳前首相马哈迪 对于现任首相安华领导能力的质疑 指安华具备解救我国经济危机的能力 他说 安华现在可以自由地做对国家有利的事 而我们应该允许他这样做 纳兹黎强调 安华曾任财政部长的经验 让他有能力将我国从当前的经济危机中解救出来 土团党宣传主任拿都旺赛夫案批 反贪会冻结土团党银行户口 是存在选择性调查 光芒日报报道称 他质疑如果调查是公平的 为何不一同调查其他记录不太干净的政党 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政治捐款被取消 而这是我们的目标 那么所有政党都应该受到公平的调查 现在发生的事情似乎是对土团党的选择性调查 参选的有数十个政党 那就调查全部吧 当首相拿都私立安华指政府没有政治干预时 这很好笑 他昨日出席活动授寻时说 土团党已向反贪会提交了几份报告 以便可对执政党展开相同的调查 我们希望在提交报告后 能力及对执政党西蒙和国阵展开公平的调查 我不确定多少人传招 但被传招的也包括我 我们准备了所有需要的文件 过程顺利 反贪会依法履行职责 土团党熟理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法·伊扎指出 在第十五届全国大选后 该党收到更多的入党申请 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报道 这是因为土团党与伊党的合作 获得选民的认同 特别是马来选民 他认为 土团党的这股气势 会持续到即将来临的周选 土团党越遭到打压 就获得更多支持 在全国大选之后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人要加入土团党 前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前首席基要秘书马祖基·莫哈·莫坚称 冠病疫苗的采购是按照规定进行的 并已得到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PAC的证明 更清楚的是 疫苗采购问题在2021年就引起公账会的注意 在一份厚达521的报告中 公账会确认 疫苗是在井然有序的情况下采购的 当时的公账会主席是行动党 国会议员黄家和 努鲁依沙当时也是公账会成员 对于内阁已指示卫生部 针对部分疫苗的采购和涉及费用 提呈白皮书一事 他在脸书发布贴文说 自己不明白为何要做出相关决定 当初那521页的公账会报告丢去哪里了 这都是在浪费时间 一般来说 相关机构都会分析疫苗采购的内阁备忘录 我相信总检察署是其中之一 这是内阁的决定 首相安华委任女儿努鲁依沙 担任财政部高级顾问后 在委任5名财政部长特别顾问 伊斯兰党讽刺安华 这位亚洲最佳的财政部长 并非大家说的那么厉害 一党宣传主任祖亚阿莫发文指出 人民的生活越来越感到压力 而政府的表现则越来越差 他反问 当政府连鸡蛋问题都无法解决时 要如何带领马来西亚 重回亚洲之虎的行列 在委任了没有功能的正副部长 以及委任孩子引来争议后 安华现在正面对更大的挑战 物价及人民生活费 一直无法得到解决 祖亚阿莫指出 安华在委任5名特别顾问 证明了安华及联合政府 无法解决国内经济问题 他说 安华在委任了顾问团之后 至少在问题无法解决时 可以将责任推到顾问团身上 至少未来除了请询问国家银行 安华还可以使用 我先询问我的顾问团的剧本 他指出 若政府无法解决人民的福祉问题 努魯伊莎也不会独自被怪罪 他甚至预告 未来可能所有的部长 都会成立顾问团 福祉单 收入 福祉 ban